主理生命和發揮生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堅定不然的信心 和神的關係和侍奉的心 是不受任何的影響 這是一個侍奉的人很重要的一件事 和我們的基徒生命都非常重要 但這件事是往往很多人覺得很困難的 可以說每個禮拜我都遇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告訴我他們有困難 都是說有一個人做什麼 有什麼情況有什麼困難 都是人的問題 自己的內心的情緒 都是很多時候擺來擺去 就說我真的很辛苦 我真的很困難 搞不定 這種心態是很多人都時時擺去的 好像覺得身不由己 其實魔鬼很有效 使用這件事令很多教徒發揮不到 因為他們覺得身不由己 太辛苦太困難了 我沒有能力去處理這些問題 沒有能力去衝破 沒有能力去發揮 因為我太困難了 這是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其實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的問題很大 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的問題很大 每個人都很好 每個人都坐在那裡都很定靜 那些問題好像特別大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 我現在面對的困難很大 每個人都會在情緒之下都會這樣想 其實我都是會 不同的時間 我有不同的困難 以前特別多 現在就簡單很多 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困難 我都是經歷過很多這些 其實我都會一樣有衝擊 例如是人的問題一樣會衝擊我 但我就是聖經所說的 就是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信心 就是神是祝福的 神是定義的 神的計劃是沒有人的改變的 沒有人的拆位的 神一定使用我的 我的身為是很寶貴的 我是天天都跟自己說的 就算我這樣 其實我都是屬於一個情緒很穩定的人 但我都會發覺自己裡面 就會彈一些異念出來 又不是很好 又困難 又人又這樣 很難搞 這些異念我都會時時都有 不是時時都有 即是有時有 我不是經常都有 有時有 但我一有 我就立刻 就是我講過那個遊戲 有很多個洞 有隻動物走出來 一讀出來 立刻找個鎚子一撥去 即是他一出現 你立刻撥去 立刻不要被他影響 立刻知道他是不好的 影響著我的 立刻處理的時候 人就會堅定 常常都會想著 我餵飽自己好的東西 即是常常都是正面的東西 好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神愛我 神祝福我 神使用我 神的計劃堅定不移 沒有人能夠難阻 這些是好的意念 不要意念什麼呢 真是慘了 有些人就壞了 都不聽話的 都沒有用的 做來做都是沒有用的 哎呀我沒有什麼才幹 沒有什麼能力 都是人壞 這些意念 就是影響著我們 而事實上 我見到很多人 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即是差不多 沒有的都差不多 但很多人 就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總是發揮不到 不過他就很開心了 因為這些情況 其實是神絕對有能力去幫助我們 但我們就覺得 無法勝過 但當你不將他當成一回事 的時候 有深信神的計劃 我們就真的能夠得勝 也有一個因素 因為世人的體重是什麼呢 有錢 有工作 有結婚 有生兒子 被人認同 成功 世人是好看從這些事情 於是這些事情 有的時候就開心了 但當你沒有的時候 事人一樣沒有 人總是有些沒有的 沒有的時候 就覺得 哎呀我真的很慘 我真的很苦 真的很不開心 就會有這些事情 不斷影響自己 這樣影響自己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很苦 其實我一樣是 其實我人生中 都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困難 但我就很深信 很單純深信 就是神的計劃最重要 神的計劃 沒有人能夠改變 是一條路 由我出生 到我去見主面的時候 的日子 由這個日子到這個日子 神已經定了定義 神定義這個日子 一定會祝福我 一定會使用我 只要我聽祂的話 神同樣在你們心裡都一樣 我經常堅定告訴自己 我不用被人影響 有什麼困難 我都不用受影響 我曾經是受難了 我做不到想做的事 但是我說 總之我現在繼續堅決 信靠神 親近神 尊重神 就算這個困難 都不難做到神的計劃 譬如很簡單 我以前曾經很想 能夠回來香港 和去宣教的地方 但當時來說 我是沒有這個自由的 我曾經回來 我是很開心的 我回到連在香港的二島 為多我們 可以說 現在終於在香港 但沒有多久要回去 當時來說 我是很開心 但好像身不由己 我不能繼續做我想做的事 但我說 不要緊 如果神要我 在那個地方繼續示範 我就繼續示範 不要想著回來 有一次回去的時候 我打算不再有機會回來 但神跌那天都給我機會 在我離開之前 有一個人 他祈禱 他見了異象很特別 這個人 在我認識我的時候 他已經發夢 見到我的異象 他兩夫妻 太太 在那天 她來我的教堂的時候 他早上醒了 發夢 他就 夢見 有個教堂 找成位信義會 他見到那個教堂 有兩支揚足 奇怪 為什麼教堂是揚足 因為他以前去的教堂 沒有揚足 我現在去的教堂 都沒有揚足 但當時在信義會 是有揚足 他為什麼會有揚足 然後他回教堂 教堂是有揚足 她的丈夫 因為當日要上班 就不能回來 然後她的丈夫 她回來 即是下班之後 就問她 牧師是否光頭 那 她說 你怎麼知道 她說我昨晚發夢 就看到她 牧師是光頭 在那邊說 即是她兩夫妻都 看到神的儀仗之類 那時候 我要離開香港 那時候我供一間屋 其實很虧 我回來香港 是1997年 那些樓價很高 為什麼呢 那時候炒氣 然後 一過了97年 開始就跌了 那我就在那時候 要賣 即是要賣回 現在賣不出 沒有人看屋 這個 這個 這個鄭英跟我祈禱 他就說 她說 我看得到 你在四月和五月之間 這間屋就會賣出來 那 就 變成價錢 都是可以的 是沒有人看屋 直至五月尾 最後一個星期 有人一看 跟著通知我 馬上賣過 而那一天 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我見到 我見到 那時候 她已經是 那時候 屍服著 因為我提升她的生命 一路 她又進入 參與 我先想一想 那時候 她是 在教會裡 參與 在受訓 有時間 要想一想 那一天 其實很神奇 那天 我收到電話 有人說 你願意今天去 教會那裡 去服侍一下 她就在我旁邊 她說 好 她跟著我去 去到之後 我收到電話 有人想看屋 在那裡服侍的時候 這個人就跟我去 所以她就聽到電話 她說 牧師 是否有人想買你的屋 有人想看你的屋 是的 她說 你想讓我去 我是以前做地產的 我說好 我很需要 因為我是說價 不懂 我買東西 我當然是 買不到價錢 我賣東西 當然是 被人家 減價 我買東西 不懂得減價 她說 不行 我今天 要有人 約了 有個美國回來的親人 我不可以 去 但過了半小時後 她說 她說 我推了她 那天 和我去 和我去之後 她說 她們兩個 在房間 聊 其實她們沒事的 她心裡 不出聲 她在那裡 坐在那裡 好像紙巢 沒事的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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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給你價錢 你嫌不要 一會兒又要坐 一會兒又要給你價錢 不過 雖然當時 買的價錢和我買的價錢 是不同的 是虧了錢 不過也算不錯 因為當時 如果再賣不到 那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想說 神也有個計劃 而她的丈夫 為我祈禱 她說 牧師 你這次離開 你將來沒有回來 那時候 我簡直是想要走 我不是我想走 是我很想留在那裡 但已經覺得沒有嗎 希望 但她說 你不單回來 你還會去全世界 當時我聽到 是覺得很嚴遠 我回到那裡 我是侍奉 我只是想留在那裡 但是 結果神是讓我回來 並且為我開 宣教的門 即是不同的地方 都是我開 宣教的門 我想說 任何情況 神都掌權 並且我去到的時候 我真的有困難 為什麼有困難呢 去找聖靈的教會 是沒有地方需要請人 總之攪一攪一攪很長的時間 不過神是一路開路 神是一路供應和開路 但過程是非常困難的 但我依然堅持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心裡經常都說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都經常說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經常告訴我 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一定能走到的 只要我堅定的信心 無論事情如何不順利 無論什麼發生 無論人對我 人家說什麼話 是他的問題 是神有個堅定在天的計劃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一路提升 但如果不是 很多人就會說 我都沒什麼時間 我都沒什麼財幹 我都做不到事 我都曾經分享 我又做得不好 就會有這些事情影響 人就會發揮 這是魔鬼很歡喜的 很多基督徒大有恩賜 很多人大有恩賜 大有能力 甚至有些是有錢 有時間 而他不去做 為什麼呢 他說 有些困難 有些人我不喜歡 總是有不同的原因 其實他是足夠的機會 即是有空的人 他又有心 但結果他沒有發揮到 或者他被他的自我 即是他的想法 所影響結果 發揮不到 這是魔鬼很歡喜 很多基督徒 是發揮不到的 我們在座每一個 你自己問問自己 我是不是發揮到的 我有什麼難阻我 你自己數一下 我自己問問什麼 懶惰 習慣 我習慣了 我整天都是這樣的 我的歷程 從早上都做完 我都沒做完 我又做到 我就是這樣的 我的家人的問題 我內心的不開心 我想大家去想一想 其實這些事情 是否真的足夠能夠難做呢 其實在我侍奉的時候 我有一些時候 的确是四面受敌,外面受敌 即是有人负面的说话 但我依然说不紧,神一定祝福我,使用我 他说什么说话,我心里就说 这是他的问题,我不用放在心上 那我就坚决靠耶稣去得识 所以我希望大家想想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难助你,有什么可以答出 大家想到可以回应一下 或者你现在有些问题,我不知如何答出 或者你说我都有些问题,不过我又答出了 我答出,我是一直向前去的 我是放胆去的 靠着耶稣做一些很困难的事 我曾经试过,我跟一个教堂 即是我在当地入了神教会 我便跟他们说,我跟一个教堂的人说 那个牧师也挺好的 我说,我想借用你的教堂 就想开展新的中文工作 你可不可以借用我的教堂? 我在街上走,走到有人,他想祈祷我 就带他上去天堂 那时候我也是这样 我也是祈祷很多人的经济性 我说,我想用你的教堂可以做 他都给我很多限制 只是某些时间可以 但是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想给大家说,这个机会我都会捉实 我不是说,我没有机会睡觉 每天睡到十二点起床 然后吃完饭 下午做一些零零碎的事情 晚上吃饭 吃完饭,洗碗睡觉 有时候有些人没有工作就会这样 但是我每天总是警醒祷告 看圣经,处理生命 每天都在这个状态 有机会我就出去做 这个就是我在我困难的时候 还有我有机会我就发挥 其实我在外国的地方 但是神会使用我 帮很多外国人更新 经历性充足 有些信了主很多年 也有些传途为牧师 他们本身都是很有经验的侍奉人 但是呢 是一个中国人去帮他们经历性充足 帮他们去大大喜神外面 就是我的信心不怕死 勇敢 不要紧要的 还有我做得多 经验多 就是我一有机会我就做 一有机会就做 当我经历性充足之后 我一有机会就为我教育祈 一有机会就去短孙 我又去操练 你看到我曾经有十年多 我每天是用 那时来说 一天有六个小时 联合吃饭 即是我们中间有吃饭 又有一班人跟着我 一起祈祷 初头有一个地方 愿意给我们做 后来那个地方又不行 我又去另一个地方 那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去做这个祈祷会 一路操练 聖年充活 又带他们出队 这就是在我经历性充活之后的事 就是我这种操练 惯了 所以我现在为人祈祷 已经是习惯了 我知道 我知道怎样帮他们投入 知道他们经历是怎样 他们经历是怎样 回应他们 我已经有这个经验 其实这里是给大家 有这个机会的 只要你做到的功夫 就可以开始操练为人 大家交了没有 那你交了 那我们批准了之后 就可以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你就操练了 操练的时候 你就慢慢越做越多了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这样突出 有些可能你的时间上 都有困难 其实我侍奉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 也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做侍奉的人 其实是 我曾经是 教英文教音乐 来到外展 来到传福音乐 建立教会 就是每天去 就是去 替他们补习 帮他们补习 英文 或者是 彈琴 用很多时间去 去帮助 用很多时间做很多事情 但是 真的传福音乐 只是一个小部分 但我都会 在繁忙的时候 去做神托福我所终的事情 希望大家 听到我所说 其实你有的机会 有的时间 都会毁身透入 希望我这里会兴起一些人 又跟我们去 另一个层面 就是当你已经有心了 但有心无力 这是另一个问题 例如 如果 我们现在 找了几个地方 愿意我们去做宣教 那你能够去 辅导的人 为他们祈祷呢 或者有机会分享 你能够分享 有机会作见证 或者说道 你能够去说呢 那这个由 是你自己去达出的 其实我第一次说到的时候 我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时候 是我初信主的时候 是我信了主 三年之后 那时候我教书 我在第二年 上学主两年的时候 上学主一年 我就开始教书 第二年教书 就是一间天主教的学校 在香港 第三年是一间基督教学校 那我在一间天主教学校 我都有时教书 我会讲讲耶稣 而且在他楼上有个神父 我有时就走上去跟他讲 那我上去跟他讲 我又解释给他听 圣经里面讲到 关于跟神的关系 他问我 你信了主多久 那时候是 两年多 我说我信了主两年 为什么你认识圣经的呢 那么多话都会回答我 跟我说那么多话 就是在我信主 因为我全夫人全部很多人 所以我已经 很多圣经 已经熟习了 我又看了 看了又记得了 这是第二年 然后第三年 我就去了一间基督教学的 普务教书 那教书是怎么样呢 那 interview的时候 我就跟校长说我怎么信主 就是我看到神 真实 我要证据 因为我读科学的 我要证据 我发觉神真的有很多证据 那我就想耶稣 我告诉他 我怎么传夫 那一刻听完我说 他说 你想做 后来 不是立刻 后来他跟我说 你想做我们团契的 初级团契的导师 我说好 我就 当我做那个团长 当时的团契很流行 有三百人参加 很多学生参加 我又跟他说 你们想不想查经 学习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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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星期有一天 就教习圣经 学习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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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 将圣经一本一本 我试过 我将整本圣经记录完 但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人 我忘了去哪里 他很需要一本圣经 我就送给他 我又开了第二本 我又再次又记录了 所以我记录了几本圣经 我一看下去 我已经能够分析圣经 因为这样 我经常记得很多经文 我就跟他们查经 查经 然后呢 校长又跟我们说 我们每个老师都要讲道 有些老师 听到很担心 但我听到很开心 有机会讲道 因为我已经是有心侍奉住 我一信耶稣 没多久 已经想侍奉住 因为我呢 因为我看到神这么真 我说全世界的人 他们很多人都知道神是真 我很想他们知道神是真 所以我就很想真的去传道 那我就是神啊 如果你愿意 我是愿意传道的 就是我在我信主的时候 但是到了我真的 入圣经大学 已经是 我信主是七年 我入圣经大学 是七四年 四年之后 但是我真的作牧师 就是八三年 因为要读完那些东西 要经过这么长时间 就是在这个过程 神都一路一路 一路听你俄语 我又经常去操练 我刚才讲到 那个基督教教 我讲到 又立即上台震 但是我又 一上台一讲的时候 听到回音 我又不害怕 我跟着讲下去 又不害怕 我讲完一堂 下一堂 下一个星期的老师 我这个星期很忙 你代我讲 然后呢 有个老师跟我讲 他说 Mr.Yip Mr.Yip 那些学生 听到你的讲道 他们都讲得很贼心 很有知罪的心 其实我们是没有学过讲道的 不过我就是将我学到的 听到的 我又不是将一篇道 讲出来 不过我就是将圣经里面的 一些真理讲出来 就是这样的心 其实我相信 大家信主 可能都不止这个年数 但是那时候我已经放胆 他讲道 其实我们自己的 这种胆量 一个是胆量 一个是 决心 尝试 一定要尝试 我们常常给你 例如来际有宣教 这个星期六 星期日都有宣教 你如果抽到时间 可以去 那去操练 如果你去到我想分享 那我们是给你机会 想辅导 又给你机会 为人祈祷 又给你机会 就是给大家的机会 那你做了一下 你就会有胆量 因为我传福音 传过很多次 所以 我每一次 有人 传福音的时候 人们问我的信用问题 我基本上已经回答过很多次 因为事数 现在 有电脑 以前没有电脑 以前在记忆里面 我都不需要看字 我可以说完神的证据 如何得救的经文 如何得救 全部是由记忆 全部都说出来 所以我做了很多 那些人问我信用问题 我也能够在记忆里面 说出来 那时候我做学生团契 马上来一个新人 我马上能够把话题改变 去帮他 去帮他 去初信 未信的人 就是这个经验 我希望大家 一步步 靠着耶稣 得胜 做到什么 你就去做 那你在现在的小组 有一个操练的机会 你就开为一个操练的机会 我能够帮他 是好的 而操练的时候 我靠着耶稣得胜 有些人又如何 哎呀 我都很苦 你又苦 我又苦 大家都是在苦的状态 但是如果 你讲得出 你的分享 很多人听到的时候 我本来也是很苦的 不过现在 不苦了 现在已经很喜乐 现在很有力量 那些人听了你说 你这么喜乐 他就会很想听你说的 这个就是你的生命 是不是仍在苦 还是已经得性有余 这个就是夸性 就是你想去到一个地步 你能够夸性 随时随地 什么人需要 你都能够帮助 那现在我帮助 不单单是未信 信了 信了 还有传道人也是 传道人我都发觉 都是类似 一样会遇到这些困难的 就是不同的人 传道人 我去到不同的地方 关心他的时候 他都会说出他的问题 然后 就回应他 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 类似的问题 或者别人 经历过类似的问题 就回应他 然后他发觉 其实 人人都是一样 其实那些困难 我都是要面对 我现在都会面对的 一样有时 又听到这些负面说话 不过我立刻处理 这个意思 就是分别是一样 就是我留意到的处理 就是分别是这里的 相信耶稣一定方向我 就是我不是没有困难的 我不是说 全部听到尽 都是正面的说话 我不是一定听到正面的说话 他说我自己都会有时有些负面说话 但我自己立刻处理 好 大家听到我今天所说的 就是刻意处理 刻意操练 刻意发挥 定意我的生命 不要浪费 其实 你一个钟头所做的事 可以在天堂留下一个很大的赏赐 我们不是为了赏赐生活 我们不是为了赏赐生活 不是我做一样 我求神去赏赐我 我只是形容我们所做的事 你在一个钟头 你见到一个人 你真的很关心他 你帮他 然后你上到天堂 神就说 你帮了这个人 我真的很开心 神就说 你几多个钟头 你帮过很多人 神就会很开心 我们也会很开心 但是有些人 神就说 你有很多机会 但是你浪费了 其实我都想说 有时我全班都是七上八下的 例如我最近一次乘搭飞机 有时是这样的 在飞机上 我当然是争取机会全班 因为坐在这儿这么久 但是有时是这样的 一上飞机 他没有机会给你 就好像很难开口 他一开始上飞机 就已经有机会聊天 大家聊天聊天就容易 但如果他也没有聊天 我刚刚最近回来这次 就是有个人 找了皮蒙头 睡觉 他一上飞机 就立即蒙头睡觉 我都没见过 人是这样的方法 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真的不受害 人家 握着头来睡觉 一上飞机就这样 我就没办法了 然后他后来有餐吃 他就开始开电视 开电视的时候 他开电视的时候 变得很难和他聊天 他又吃东西了 但我问神 神他有什么方法呢 最后到飞机开始 开始没有降落 不过开始下落 一路降低 的时候 神就给了一句说话 你问他是不是来香港探房 来居留 你这里是不是家 还是来这里探房 这件事也是关心他 他说我其实是做生意 我做生意和他谈 结果是很奇妙的 这个人真的很奇妙 他说我是很想知道这个真神 他说我一定会再找你 他真的有找我 他马上传了个电邮给我 我就马上传了一群人 给他 神是很奇妙的 因为这个人 神要祝福他 但这个人本来没有机会 神是在寻找他 神是在寻找他 神是在感动我 但如果我 像很多基督徒 他都在寻找他 有什么好说 留不到放下 都没有时间 我不知道大家有试过 你上传吧 没有机会 都是不行的 他都不是很开放的 我们总会有很多借口 例如我最近 如果你收信心 你收到我 我有个请法代表 我就为他代表 我做了一些我的影片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神给我 做了一些影片 我可以传给你们 其实我E-mail会传给大家 有些人已经收了 但我会再 快一次完整些 我就将一些 全呼吸用得着的影片 神给我的意念 放在那裡 你就可以传给人 跟他说 你看看 会帮你的 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 全呼吸用的机会 是我们现今 一个很特别有的机会 这也是一种 就是我们去想 去突破 那时候我做外展 我都会想到 什么方法 不过那时候的方法 未必是最好 不过曾经我也有过 这个方法 就是买一个 小小的DVD player 我做了DVD 做了一些证明有神的影片 就放进去 然后我出去外展 我就播给别人看 这是其中一个我发现的 其中一个方法 或者有些人印了出来 有一张纸 我都是尋找不同的方法 但是最多用的是 神可以经历的 你想可以经历神 你想可以给神祝福 我即时为你祷告 你可以经历神 有些人就会有这个好奇心 大家听完我说 你的心会不会开始想 我真的要找些机会 或者我做工的地方 我会有什么机会 大家会有什么想 有什么机会 可以祝福人 可以给神使用 至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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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 fo 没有人追求 我们下集想 还可以看到 我即将是 游戏 我跟你 还是要回答 要来 到类优传值 让你的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